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专辑就直接叫2013 因为就代表今年的成绩 没有别的名称啦 也没有学哪一首歌 一时找不到有一首可以代表整张专辑的风格 因为风格太多元 因为我尝试着在每一首歌里面做不一样的感觉 是 其实最早的《花山荡》还是走有一点 布袋系的一些 就是你还是一直想把那一个特殊的风味 有点古典的风味 中国的风味 就渗透进现在的台语歌里面 但是我看这一张路线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 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其实一直在想要做的就是说 虽然是台语 但是希望能够结合更多元的东西 但是前提就是说台语这个部分要让它合理化 合理化 就是说听起来像以前我们会有一些布袋系的印象 布袋系用很多文言文 那大家是比较不合理的 对就是所谓不合理就是说 直接听可能会觉得 听不懂唱什么意思 一下就不是那么白就对了啦 但我现在在做比较流行的专辑的部分的时候 我就尽量让这个词的部分是比较听得懂的 是 但是在音乐风格上面我们就尽量去唱什么 比较放开来的啦 应该讲就是不再完全成为布袋系音乐大师就对了 不敢大师啦 可是现在还有在做 还是有 还是大量的做吗 呃 现在的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固定的工作量 没有以前大的原因是细的问题还是 没有以前做太多了 以前做很多存量 然后再 你说还有很多歌可以给他们用 对 然后 也那个 我们是做他们的配乐 是 演唱曲还是持续有在做 但是配乐上 以前我们很大一部分工作量是在配乐上面 所以这张里完全没有一首歌 是搭配布袋系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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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害怕 不会啊 不会 上一张也没有了 嗯 对 那因为我总觉得 布袋系的曲风 它应该是配合它的戏剧类型 那有机会发专辑 我就希望说 要做专辑的 对有不同的 希望能够有别于这个风格以外 我可以有这个机会做别的尝试 其实这几年我都有发现荒山亮的歌迷 你还有女人缘 有吗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 其实我的歌迷男生很多 我都没看到啊 有有有 其实以这个 布袋系那边来的戏迷 他们 因为我常常有的时候会比较隐性 他们不会来参加活动 但譬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 就会有人来跟你打造 对对对对对 还蛮多男生 因为看布袋系认识我 然后进一步就了解我 就去听我的歌这样 所以既然这样我就只好关心一下 是是是 你目前是单身吗 是吗 对对 还是喔 对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问过 荒山亮老师这个问题 我目前是 目前是 对 上一次是多久前 上一次是幕后这个 幕后时期 幕后的时候 那有一阵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平常写歌 都是在什么样的心境 情绪 嗯 情绪 是会刻意不断的练习写 还是完全是等待 有一段时间是刻意的练习 我觉得你应该会是刻意练习 有一段时间是因为自己想要唱歌 想要想要写 然后就很刻意的去做很多练习 那 后来慢慢慢慢慢慢就发现说 你要很刻意去写一首歌 你可以把时间空下来了 坐在那边你未必有 有感觉 对未必有什么好的作品 那现在就会比较习惯于再说 可能就是观察多一点 然后自己多去感受一点 然后可能有的时候一些题材 还是身边的朋友的一些事情 是 你多去观察一点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是可以写的 会是词的概念先出来 还是通常是一个旋律或节奏先出来 引发你觉得这个可以来写一个 我觉得都有 都有 譬如说有一些快节奏的东西 七拉奎 对像七拉奎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我先有这个idea 因为我先有一个感觉 因为我写的是我们的 我们的乐手 乐手 就是我们的乐团的一个成员 他比较怎么样 然后他就是常常 碰到女生他就会想要去认识 认识 对 那我们都会笑说你这个七拉奎这样 碰到女生你就想要去奎 然后我就觉得他 而且他是个 他是 他是鼓手 所以他对节奏的东西 就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就是去节奏组就对了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 写一个比较轻快的歌 然后是再讲他的故事的东西 对 然后后来 在这个设定下面 我就 我就 我就把他故事写一写 然后就 后来决定用比较disco的方式来做 对 那像这种歌我就会先有一些预先的设定 然后再去发像 所以 这是你第一次唱disco的歌吗 对以前没有 以前比较rock 对 那可能就 那要配舞吗 有啊 为了要跳舞 为了要跳舞 我们整个乐团的团员 就失去联络啊 对 因为我请了舞蹈老师来教他跳舞 大家就 壮榜 然后这个是导演聪明啊 就找了很多辣妹来 然后团员 混在里面 团员就出现了 又回来了 最后有空了 然后 其他龟的MV怎么可以没有辣妹 对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动作的过程 其实老师就让他设计的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基本上我们都属于比较 比较 有肢体 对 比较有障碍的 哈哈哈 那我们现在轻唱来一小段好不好 好啊 这首 他有一个动作是什么 你不肯当作 我是 人说的 娶娶娶 我认真打拼 心甲千变 好用 又不出色 欸 大概是 欸 黄山烈老师 这个动作真的有点简单耶 可是对我 比五百的花朵舞还简单耶 我们就请那个老师尽量简单 比蔡依林的差更多 差太多 差太多 可是对我个人来讲是 已经是一大突破了 对 因为从来没有在跳舞的 以前年轻也不喜欢 以前会去舞厅啊 可是不是为了跳舞啊 对 而且以前舞厅在那边只是要扭就好 对啊 只是这样扭就好 你就不需要做 对对对对 手不用举太高的动作 没有特别去研究手的部分 好 所以这是这一首轻快的歌 嗯 这次还有一首一开场我很喜欢的歌 叫做最后的勇气 勇气 最后的勇气 勇气 感觉很有活力 对 其实是因为 我那一阵子在写歌的时候 常常会上网去看脸书的状态 然后去找素材啊 是 那你就看到很多朋友就是 常常晚上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 情绪性的 就比较低 低落 或是说有一些感情上的抱怨 有一些人是工作上不顺利 跟家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 刚开始我们都是朋友会鼓励嘛 可是我发现久而久之有些人就是会 习惯性的抱怨 对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 我后来想到我自己其实几年前也低潮啊 低潮的时候呢就 人家跟你讲什么 你有时候会 啊你不懂啊 对不对 自己会有那种拒绝 就觉得自己很可怜 对你就会拒绝 你就会 就会觉得人家不懂你 可是 有一次我 就到台中去找我一个朋友 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 亮哥 有一句话 当年 你跟我说的 现在我还给你 我说什么话 他说你 他说只有自己才能救你自己 嗯 我说啊我有这样讲吗 他说有啊你讲完你忘了 可是他听下去了 是是是 那我就觉得 哇这真的是有一点点 有的时候你 其实关心在你自己 要不要去 换个角度看你的问题 歌词没有直接把这句写进去 我有写只有自己才能爱你自己 爱你自己 对 然后 但我觉得就你自己更利害 比较有力 对更有力度一点 可是 可是就是说 因为 因为 我觉得 朋友中间 正好 只能够事实的鼓励 你也没办法说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太激烈的口吻 对啊 那 当你 不能太凶 对不能太凶 那我发现 这些关键 其实都在 每个人自己身上 你要是愿意接受 改变的话 其实 很 任何一个 小学课本打开 可能一句话 你就被护了 是啊 对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说 写一首歌 可以鼓励自己的 然后跟 鼓励社会 跟朋友分享 他们 很多 朋友听到的 也觉得还不错 因为那天 我记得我们在南部签唱会 有一个妈妈就 跑来 然后她就说 她的女儿因为感情上面 那个 走不出去 然后听了这首歌以后 大哭一场 然后她希望我再写一些话 能够鼓励她 我就觉得 哇 好值得 你知道吗 因为整个宣传的行程 是很满很累的 可是我觉得 哇好像有 自己的歌有点用处了 就觉得很开心 好 那我们再来感动更多的人 好不好 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歌 让吗 既然上粉累累 也有这口怆 这口怆 好 如果知道好事 只有 回来 找着 你的缠续 成人的 代替 순간 自己愛你自己 誰人會重來改歲人生什麼 將目視背好你 你也有你最后的勇氣 今天這版感覺比較溫柔一點 溫柔一點 因為沒有樂團在 對CD感覺比較沒有安全感 其實是實力派的 謝謝 還好剛剛有幾個音是經過音 沒有走音 這是一個好的說法 經過音 都會這樣說 下次再說散步音 修飾音 其實在這張裡面我們也看到了 也蠻多 就還是情歌啦 情歌也還是一個大眾嘛 對 所以你這次選的一些情歌 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有沒有其他的方向 這次其實在情歌的方面 我大部分是跟別的次曲老師合作 那 因為自己寫的東西 跟別的老師寫的東西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覺得我 我也想要去挑戰一下比較屬於K歌形態的歌 那 當中有一位老師林東松老師 他的作品我就一直很喜歡 是 然後 就這次真的有機會跟他合作 我覺得他描寫這種男女之間的 這個愛恨情仇 還蠻有味道的 所以 我覺得還蠻開心啦 有機會唱他的歌 你覺得唱K歌跟唱 以前 偏一點搖滾的感覺的 有什麼不同 完全不一樣 技法上 因為我覺得 唱 情歌這種東西你必須要先 心法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要唱 我覺得啦 唱一首歌你要讓自己融入 是 那你 你這首歌詞的 你必須一定要先消化 到底是要唱什麼 那你 今天是情歌的話 你必須是 把自己變成那個角色的 那我們再講霹靂那個 你必須變成那個 那兩個角色不一樣 個性不一樣 心情不一樣 自然而然 這個唱法就會有所修正 那譬如說 這是一首情歌的話 我必須要準備一些 不同的口氣 來詮釋他 對 可是你會 真的很容易感覺到悲傷嗎 我覺得在那個當下 一定 就算你不是 就算你是演 也要演得像 對不對 我覺得 這是當歌手 基本上要做的功能 他就說 老師的詞曲來 那你必須要先 去消化吸收 對 然後要入戲 這個是基本要做 那我們先來演一下 你要學哪一首最K的歌 最K的 有一首 那個 公司一直搶打的 叫愛粉一顆心好了 嗯 愛粉一顆心 踢一暗你開一大肆 感情 放這麼親 索伯倫 南下的割定 失去原來的靈魂 當初愛過的短順 高如今 差到一間 粉一切 喂 我覺得嗓子開了 是不是有 嗓子開了越唱越好了 就有K歌的感覺 你唱的就比剛才更 直接一點 更放一點 對 為什麼 為什麼自己的作品 還比較害羞 可能 這個 慢慢習慣這個氣氛 對 你說什麼 我們攝影棚的氣氛嗎 我自己慢慢習慣這個氣氛 那我們來唱八首歌 好 哈哈哈哈 就越唱越好 可是你們 沒有 因為我自己的幾首歌 都是設定比較Band上 所以就要跟樂隊一起 對 會比較有那個Punch 那這種就是有K啦 就可以唱 對這種K歌的東西 其實就是K啦 就很OK 對 可是你喜歡K啦嗎 我其實自己喜歡Band 我喜歡Live的東西 對 而且我也一直想要努力的方向 就是說 在用台語歌做不同的Live的演出 所以說我這次有刻意 自己的作品上面 我就放了很多比較Band上的東西 所以這一些錄CD的樂手 也會跟你去一些地方表演嗎 對 就是我們的樂團 你有一個固定的樂團 對好像自己有一個樂團 叫瘋樂團 你不會唱別人的歌嗎 會啊 會啊 我們也唱英文歌啊 也唱 英文歌 黃山亮哪一首 Desperado 我也常唱 Eagle Star 對 我很愛這首 真的嗎 要唱好一點 好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 were hot one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is thing that I've pleased in you Can hurt you somehow 也是 我也喜歡唱 嘿 我幫你唱英文歌的那個音色 嗯 跟唱台語歌不太一樣 不一樣不一樣 欸其實不太一樣 那變比較厲害 我會選擇不同的音樂 欸好厲害喔 去挑唱法 對 所以你可以唱演歌喔 演歌也會唱 你 比如說 小時候我也愛學啊 你會模仿 會 比如說 呃 來搶耶 來搶五年 像一間 無價巴賴 會這樣唱 喔 這葉齊田大哥的歌啊 是是是 國中的時候 有一陣子很愛聽台語歌 所以真的不簡單耶 金曲歌王 金曲歌 那我現在的 比較喜歡的事情 就是把這些東西 統統放在一起 然後 你說把葉齊田跟那個 對我們台語嘛 然後又有一些 因為我之前在 國外念書的時候 聽 就很喜歡聽藍調 是 一些各種各樣的東西 講到藍調 這次專輯有一首 特別的歌 有一點瘋狂 以荒山亮來講 是比較 喝醉的感覺 對對對 公醉味 這是你平常愛喝嗎 會喝啊 我會喝 我不愛喝 我不愛喝 我會喝 酒量 我酒量 算大 我酒量還可以 是旁邊的人會已經醉了 你還沒事 不會耶 我也 嗯 我會跟固定幾個朋友自己喝 所以不會一定怎麼樣 對也不會過量 所以大家程度差不多 就是譬如說工作 譬如說我們樂團的成員 大家工作累 然後會 relax一下 會稍微放鬆 那你會 講 講醉味嗎 會啊 你也會啊 是偏向哪一類的 喝了酒 就是會 會開玩笑啊 然後會有 是開心的 對開心的 因為你知道有些醉味是 對有一些 如果有這種 朋友的話 我就比較 不敢 你就不想跟他喝 一次以後我就 我就會想 對 你會感覺整個氣氛會變得 很沉重 對對對 我就比較 所以你們的人都是開玩笑 我們都是開玩笑開心的 放鬆的 然後 對 互相吐槽的這樣 那我們來聽一下 講醉味 講醉味 一杯兩杯真正用 麥哥煩惱無路用 麥酒哪過 一頭兒趕走來坐 有什麼心裡的我 現在就賺機會 一杯 我很喜歡 blues這種型態 因為 以前住在德州 然後那邊有很多這種音樂 然後他的特色就是說 通常 Vocal跟Guitar都是 互相對話 對 然後他 所以他的Guitar 不是那種 Rock裡面那種樹彈 或是說什麼 他就是講話 講話很好玩 對 那這是有 剛好有機會碰到一位 不一樣的 對日本的 藍調 吉他手 對吉他手 他在美國旅居很多年 然後他叫 Shin Kikuda 是 橘田俊介 他剛好人在台灣那段時間 然後他要準備要去日本做巡迴 然後被我逮到 我就抓 對請他到錄音室 然後他聽我的歌 他就一次就 一個take 就完成 他聽一句他就回一句 聽一句回一句 所以 所以你先唱的 對我先唱 因為他希望我先有給他demo 所以我們先唱了 然後 進錄音室的時候他就聽一句 他就彈 對聽一句 然後你會 你有再唱一遍嗎 就是你根據他的時候 你肯定又是想再修嗎 沒有沒有 我們是 沒有耶 我沒有再唱 我就那個take 因為後來 他回我 我本來是想要再唱 可是後來覺得好像 blues又rough一點就好了 都沒有聽 就不要太修飾 也沒有去修飾 對對對 倒是bass我們設計了好幾個 對 bass之前 好幾個方式 後來決定用比較funky的方式 這一首我覺得還蠻精彩的 對我覺得這個也是真的不太一樣的荒山良 讓大家知道從以前古典的慢慢走上洋派的 那裡面有一些 裡面有兩個人在對白 他其實也是描述兩個人在喝酒 也是你一句我一句 對阿 那也是我跟我的 那個 酒友 助理阿 就是我們同事 那我們想說 之前其實路過一些 試過幾個對白都覺得不好 那天就真的喝了一點酒 哇一次就ok 了解 可是大家在台上沒辦法喝囉 沒有沒有 真的要去現場演出 台上唱出這個味道 台上只能夠針對這音樂去表演 那口白部分就拿掉了 對 也沒辦法這樣演 講到演出 其實在2013年的銀河音樂劇 裡面又會再次看到 黃山亮的身影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去年你有來銀河音樂劇做客 然後非常受歡迎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我們要不要 好 秀給大家看這一次的演出資訊 ok I want music festival 銀河音樂劇 2013年 從八月 哇 八月三四十 十一十七十八 二四二五 這麼多天 可以是連續四周的 周六周日 馬拉松式的音樂會 免費的 對免費的 這一次的場地很不一樣喔 去年在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嗯 今年在 去年 信義區的 哇 相敵廣場 人潮重多 人潮重多 去年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們的那個燈光 怎麼樣 有一個雷射的那個 它有一個雷射的投影 然後我們因為那個場地在橋下面 對 所以它做了一個那個 我知道 哇好特別 那我們在唱的時候那個 投影一出來整個感覺真的是 感覺不會覺得自己在橋下 以為自己在小巨蛋 很漂亮那個雷射 其實是為了讓 因為去年有設計是一些瑜伽店 等於讓來的這些親朋好友們 可以躺著坐著 對 聽音樂會 是個不一樣的休閒式的音樂會 所以讓他們可以仰望那個橋 今年在香蹄廣場 對 好 所以你的演出 我的演出應該是在8月18號 8月18號 禮拜天晚上幾點 禮拜天晚上的 應該是7點20 那一場 好 你會帶來的是全部新歌嗎 還是 我們會做一些不同的安排 那當然會有新歌 對 然後也會跟著風樂團一起演出 然後 也會唱一些唱片裡面沒有的歌 那這我覺得 如果這個部分會是比較特別 就是 驚喜 讓大家到現在 特別為音樂劇我們在準備幾首 不一樣的歌 OK 就是8月18號 禮拜天晚上7點20 在香蹄廣場 會看到我們的荒山亮 還有他的風樂團 謝謝 這是第幾張專輯 2013 這是第四張專輯 第四張專輯 前面兩張是國語 這兩張是台語 是 會越做越 勇氣十足呢 還是也有一點壓力 因為看到你聽到你的人越來越多 我還是持續創作 然後持續有機會就完成它 可是發行這種東西 因為現在的景氣 總是會有一些壓力 當然會有壓力 但是我覺得 事情水到渠成的時候 自然會有安排 所以不強求就是發行 多久要發唱片就對了 我期待啦 因為既然取名2013 希望2014 2015也有 也有 老闆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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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都支持 原來有這個陰謀就對了 對 也希望大家都支持 告訴你下次變2023 不要 也是年啊 也是年代 那又過了十年 十年出一張 我們十年 我們帥哥 帥哥要動靈了 希望能夠一直有機會做下去 當然當然 對 希望喜歡歡笑的朋友 多多支持他的新專輯 還有我們銀河音樂劇 8月18號的演出 謝謝你 謝謝樂文老師 謝謝